哈喽,大家好! 大家这周过得好吗? 我是明,林法素人,生活在新加坡 希望像平凡的我们,也能开启精彩的人生下半场 如勇气,有毅力,所做就做 不辜负自己,不辜负时光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探索波士顿的一颗明珠 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 我是明,我迫不及待地想带着你们 穿越这个令人惊叹的博物馆 不幸的是,这个博物馆 还以其历史中的一段黑暗篇章而问你 1990年,臭名昭著的艺术抢劫 那时,一共是三副无价的杰作被盗走 至今,人未找回 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就是 约翰尼斯·维梅尔的音乐会 这是世界上仅有的36副 维梅尔画作之一 作为一个令人沉痛的提醒 你会看到那些被盗走的作品 曾经悬挂的空画框 这是被持久的谜团和损失的见证 创始人伊沙菲拉 不仅仅是个艺术的赞助人 还是一位真正的远见者 当我们踏入博物馆时 你会立刻注意到 这个地方独特的魅力 它就像是踏入了另一个世界 博物馆本身的建筑物就是一间艺术品 拥有令人惊叹的国门 复杂的马赛克图案 和郁郁冲冲的庭院 为到访者提供了一个宁静的绿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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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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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们也一起去看看《基督教》 《科学教会》 它是一个由玛丽贝克·艾迪于十九世纪末创立的基督教派别 它的总部位于波士顿的马赛都塞州 基督第一科学教会致力于为其成员和访客 创造宁静和振奋人心的氛围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基督教科学教会的历史 以及其创始人玛丽贝和艾迪的身体 这里是一个必到之地 她收藏了丰富的历史文件、文物和灾难 讲述了这位杰出女性及她的宗教运动的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之 基督第一科学教会是一个独特的基督宗教派别 拥有丰富的历史、美丽的教堂和独特的灵性方法 这里是人们来认识上帝和体验祈祷力量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留下你的想法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探索